成就的书画家,他们大都痴迷于艺术,淡薄名利,不善于推销自己。 十九世纪初,尚未成名的毕加索,在出道巴黎的时候,四处碰壁,升级成忧。 重压之下的毕加索,做出了他人生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策划。 他用仅有的十五个银币,雇了几个大学生,在巴黎大小画廊中不断询问毕加索的话, 使得毕加索的名字,犹如明星般在画商的圈子里炸开了。 之后,毕加索带着他那些许久无法卖出的画出现了。 画商们很快将其一抢而空,毕加索成功地将自己深色的身份进行了调转, 从而使人们更早地欣赏到了他的天才般的艺术才能。 但这仅仅是一个特例。 所以这是艺术本身的规律,这是决定为什么艺术家他在死后反而比生前他作品更加认可,价值更高。 当然我们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一点,好多艺术家和疯子没区别。 有人说天才就是疯子,就这个道理。 那说梵高这个里程当中有哪些能看出这些就是疯子一样的东西呢? 你看,他16岁的时候,那会儿梵高是在伦敦当学徒,他是荷兰人。 梵高长什么模样呢?小矮个,还有点狗了着,一点都不好看,而且性格很孤僻。 他16岁赶上这个情窦初开的年龄了,他在伦敦住呢,就爱上了伦敦那个房东家的女儿,叫尤金尼亚。 这个尤金尼啊,漂亮,非常好看,比梵高可能是大两岁,可是一追求这女孩,他碰壁了,为啥? 这女孩根本就不喜欢他,也不拿他当回事。 这根本心里头就没梵高了。 后来梵高发现呢,这个女孩呢,跟另外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好了。 哎呦,梵高心里这个男兽,还梦想着从这他手里夺回来,经常在人家楼底站着,发疯似的追逐人家。 最后尤金尼啊,派家里人,跟梵高谈了一盘,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这下梵高万念俱灰,吸了这念头了。 在这个之后呢,梵高呢,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绘画上了。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次失败的初恋,可能梵高在绘画上精神头还没这么大。 他当时就感觉到在这个世界里充满挫败感,我要在另一世界里获得成功。 所以他有这样的动力,这是梵高第一段恋情。 如果说这段恋情,我说这也不能说明梵高是个精神病啊。 你咱们谁初恋没这事? 看一个女孩好,追人家,人家不理,咱可能每人生都发生过。 你听我再往下说,他第二段恋情。 第二段恋情,这个时候梵高二十八岁了,这是1881年的事。 梵高呢,从伦敦回到自己的古国,回到荷兰。 在亲戚家里边呢,就认识了一个表姐,她一个表姐,她表姐名字叫凯。 是一个寡妇,就刚守寡,丈夫刚死。 这梵高一看,这凯表姐可迷上了,漂亮啊,又成熟女人的风韵啊。 这回梵高心底那火苗又点起来了,疯狂地追逐自己的凯道姐。 可当时遇到两大障碍。 第一个,在荷兰呢,你和你的表亲结婚,这是受限制的。 被认为是伤逢败逗的,这不是亲戚家戚。 第二个呢,这凯道姐虽然刚守寡,但半天也没拿梵高党的事。 当时梵高不分场合的,对她表示好感。 I love you,Kate. No, listen to me, we're both alone in the world, we need each other. We'll have a home,Kate, we'll be happy, I promise you. No! 遭到所有中文人的耻笑,他心里真没住。 后来他就真敢当面,对开表姐表白,这开表姐马上拒绝他。 你走走走走,我没看着你,咱俩不可能在一块。 就这样,凡高不知道回头。 为什么我们说凡高他的精神世界里有一定的毛病呢,有点偏执狂呢? 人家这样他不知道好来。 他觉得我这只要我努力,我还有希望。 最后到这个自己这个亲戚家里头,就想见这个开表姐。 这开表姐他爸爸站门口说你别进来。 他没在讲,他不会见你。 结果凡高做出个特极端的事情。 你这么不要命啊,自残嘛。 他这亲戚一看,你赶紧,把没有灯扑了面,来来来来,把他拽到酒吧里喝酒,把凡高给灌醉了。 你消停上睡在那边,不管你了。 回过头跟他正式说,你就死这条心吧,我女儿绝不可能嫁给你。 这是樊高的第二段恋情。 你大伙琢磨琢磨,其实这种事现实当中也有。 你就说,咱先抛开,他精神世界也没有毛病,就烧手这事。 假如这个开表姐看了,你以为他会被感动吗? 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男孩追女孩,也玩这招。 你不答应,完全死去,怎么的? 拿烟,往手上烫烟头。 不行,拿斧子,我们手上剁了。 玩这个。 你以为女孩真喜欢这个吗? 认为你为他能牺牲一切吗? 你想想,你连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疼痛你都不珍惜。 你可能去珍惜他吗? 你大多数精神正常的女孩看到这一幕会给吓回去,根本不会被你感动。 所以从这点来讲,樊高本身,他也不了解女人。 他在他的世界里,我追到你了,这个是什么? 其实我们说,这并不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一厢情愿的自私。 而樊高在一厢情愿的自私当中,一点点走进了偏执高。 就这时候他的精神已经有毛病。 这次受挫之后,很长时间没有接触到男女感情。 到后来他画画的过程当中,樊高那日子过得穷,当时没有钱请模特。 有时候自个儿呢,搁那纸板,踩不踩吧,然后在纸板上画,也没有好纸。 然后呢,就随便抓一个人,反正只要不要钱,你给我当模特儿。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识了一个女人,叫克里斯蒂娜。 这克里斯蒂娜过去做过妓女,从凉了就等着,哎,经常来给樊高当义务模特。 有时候顺道也拾得拾得屋,给买个菜,做个饭。 一来二去,两人很谈得来。 樊高就觉得,我该结婚了。 这时候克里斯蒂娜当妓女那时候,身体已经很糟糕了,需要治病啊,需要营养品。 所以他跟樊高定了一个约定,说你什么时候一个月啊,能赚到150法郎以上,咱俩就结婚,正式结婚。 樊高也挺高兴,俩人一块同居,奔着目标使劲吧。 结果樊高呢,在画画上,下的功夫太大了。 把金,挣的那点钱,都用到买到颜料或者请模特上来,根本就不管这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真伤心。 说你也没拿我当回事儿,俩人吵来吵去,最后散了。 这是樊高男女之间,可能是最后这么一段恋情了。 从这事儿也说明,你说樊高在爱情世界里,很多喜欢樊高的,搞艺术的朋友说,那樊高就跟情圣怎么的算。 其实在我看,樊高在爱情世界里头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 他可能是由于精神病导致这样,也可能由于这样导致精神病。 总而言之,他绝对不是一个爱情世界里头令人叹服的有情有义的人。 据说跟克里斯蒂娜后来,樊高觉得对不起克里斯蒂娜把耳朵割下来了。 他有一个割掉耳朵之后的自花枪,他少了一个耳朵。 最后樊高在1890年,给送进精神病院后来治病,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精神错乱,掏出枪了,自个儿自杀了。 那是1890年7月27号。 忧郁的天空下,是广阔的麦田。 我无需费力表达我的悲伤和极度孤独。 我几乎认为,这些画布可以传达我所看到的乡间的美好和复原力量。 而这些,我难以用语言表达。 这是樊高在1890年7月10日写给弟弟提傲信中的话。 17天后,樊高在麦田开枪自杀,年仅37岁。 麦田里的乌鸦是樊高最后一幅油画,创作于他最后的岁月。 整个画面,选用了一个俯视的投射点。 造型简洁抽象,流动着动人的色彩与感人的韵律。 饱含着樊高复杂矛盾的思想和感情。 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突然离开这个世界,身后成名。 几个世纪,乃至以后的时间,他的名字都会被人名记。 这就是樊高。 所以我把樊高这一生,我看他这些事一说,你就会明白。 你说樊高是不是有精神病? 假如他活在你身边,你会怎么认识他? 你绝对不会拿着当正常人看待。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艺术家都是疯子。 往往艺术这个东西需要你全身心地投入,走进一个极特殊的象牙塔里边,你才可能创造出来。 假如你像我们平常一样,每天在名利圈里打转,你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灵感,也不会有这样的慧根。 所以有的艺术家,他活着的时候看起来就跟平常人就不一样,疯疯癫癫的,不被世人所认可。 很多人以为这精神病,但是你要说这艺术家,要一板一眼的,跟平常人一样,今天开个会,明天出席个场合,后天到讲台什么的。 这绝不是一流的艺术家,真正一流的艺术家肯定不是这样。 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艺术家本身的一些怪异行为,也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进而排斥他的作品。 这一点在樊高深深体现得特明显。 樊高一辈子的画作,基本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 在我认为就是,一想天开,偏执狂式的爱情,得不到,结果之后给憋出来。 樊高的精神也因此一度陷于错乱。 临死之前的时候,他居住那个镇子上的居民,连名给警察局写信,就把这人送进精神病院。 我说他太危险了,你还琢磨枪呢,这哪天要犯病呢? 那果不其然,把他送进医院治疗了三个月,樊高精神病又发作了,自己开枪自杀了。 才37,他是1853年生人,1890年死,才活了37年。 再另外有一点,有的艺术家水平还没到那儿呢,或者刚会点,啊,我艺术家啊,你们不理解我。 你看有些画家劈头散发的,弄得一天脏得不像样子。 咱说疯子才能创造艺术,不等于所有疯子都能创造艺术。 还有的人嚼劲,啊,我不被大家理解,因为我艺术,我怎么着。 你得好好想想,为啥你成为艺术家? 所有人不理解你,恰恰是你成为艺术家的一个前提条件。 如果大家都理解,都艺术家了,你就不值钱了。 而且同时,这些人都是正常人,他要看不上你的话,恰恰把你往艺术家的通道上往上推了。 众人结罪,我独行,啊,举事结桌,我独行。 你可能由此还获得在象岸塔里头一种安安静静追逐艺术的这样的时间。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在艺术道路上正在成长的准艺术家,未来的艺术家,或者已经是艺术家的人,你要理解。 如果别人不认可你,恰恰是你走向艺术家通道一个最好的助推力。 所以不要再矫腔,在那说,啊,大家都不理解我。 这往往是你走向艺术殿堂一个必要条件。 所有人跟你都一样,还能选出你是个艺术家的人。